他就是 眼前这一位曾经没日没夜 照顾失事症母亲四年的白婉芝 后来发现自己也得了轻堵失之症 病逝感就让我觉得说 我怎么这样 像我妈妈这样 完全是这不叫做遗传 这是因为你长期照顾病人 然后你会自己也会 也会这样子日夜颠倒 不会吃饭不会煮饭 妈妈有的症状包括日夜颠倒 三餐会煮到焦掉 容易忘记别人的名字等等 这些症状他都有 从照顾失智者到自己罹患 轻度失智 从走不出来到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被制作成励志的动画影片 希望鼓励更多人勇敢面对 寻找社会资源协助 白老师他不单只走出了 这个失事症的一个因果 他活得很快乐 也很充实 要更重要 他也透过这样一个公益 他的生命更有价值 要多三个动 就是要参与社会互动 跟脑洞 跟运动 那再接上很好的饮食 那其实现在大家 能够延缓这个失智的恶化 甚至一般的长者 预防他成为失智 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些效果 增加人际互动 也能够延缓失智症恶化 退休教师白婉芝 因为好朋友的陪伴积极参与各种课程 走出失智症阴霾 透过他的故事 希望鼓舞更多失智症患者 勇敢地活出自信与快乐 人经文是黎如蔡一辉台北 猜不到